哈囉大家好我是赛哥 前一天我出去玩的時候 遇到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那個時候我很悠閒的走在路上 突然有很多人跑來跟我問路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第一個人呢 他是問我說 欸請問一下這裡是伯二嗎 我就跟他講說 喔我不知道這裡是伯二還是伯一耶 但是我是伯林啦 原來我是伯林的部分啦 OKOK 然後呢 第二個人呢 他又更奇怪了 根本就是假借問路的名義 想要逼我秀科猴的 他就指著他的手機問我說 請問一下你知道這裡怎麼走嗎 結果我就一看 這裡 喔喔愛 請問怎麼走 喔 就是陸陸續續有這麼多很奇怪的人 跑來跟我問路啦喔 不知道還有我們這邊在排簽唱會 但是我們這邊沒有在排簽唱會 還是擺唱會 抑或是茶餐會或是菜頭粿 我們這邊就只有我不會 所以我心裡想說不對不對 整個度假的氣氛都被打壞了 俗話說的好 度假的氣氛被打壞了 那我真的很可愛啊 喔好不好 喔所以我想說 我應該要想個方法 吸引他們注意 讓他們不要來一直跟我問路 就在我想的同時 又有一個人往我這邊走的過來 欸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喔先生你也是要來跟我問路的嗎 喔那你等我一下 我寫一下東西 欸沒有啦先生我問請路而已 你是要寫什麼 喔沒有啦我是在寫 皮啦 喔原來是加筆的部分啦 OKOK 喔用這個來吸引他們的注意啦 因為剛好這個10月12號 有一個五折買變全世界的檔期啦 全世界我也可以放棄 但是現在不用了 因為我們用蝦皮 喔就是這樣的浪漫啦 好不好 不過那在使用上呢 也是要小心小心 喔因為你要是一不小心 1212沒跟好 折扣抱歉跟人跑 喔那就很慘了喔 好不好 OKOK 好啦祝大家購物愉快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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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 就很久了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